这几天郑爽与火焰斌复合的消息传得满天飞 不过火焰斌突然发布微博 这应该是我们人生中最后一次见面 发完这条消息 我会把微信电话通通删除 希望你过得比我好 未来一定要幸福 7月26日 郑爽又被抱住一位男性在街头捅出一把伞 其家男子更是搂住了郑爽 郑爽则顺势倒在男子怀中 并且一脸幸福的表情 刚来受到了爱情滋润 郑爽心情十分愉悦 而就是神秘男子 也很快被网友拔出 据悉新男友名叫张恒 国外厂青藤毕业 创客星球总监 还是一位来自上海的90后富二代 身高185 身材高达威猛 是真正名副骑士的高副帅呀 更有文章是 自己曾经在4月底时遇到郑爽 郑爽也并不遮掩 路人也出于好奇和他搭讪 他也与之热聊 之后来了一名男孩记 郑爽便起身跟朋友去了二楼 而当时的男子正是现在的新男友 网友也是搞不懂 为什么郑爽早就有了新男友 还去见胡言斌呢 不论怎样都祝福他吧